大家好 多謝 怎樣慶祝 完全沒有計劃過這個步驟 原本是想著 走如紅地尖都可以慶祝 總之我就沒有想過慶祝這個部分 純粹今天是用一個最享受的心情 去見證今晚這個 這麼漂亮的風景 我會用風景來形容今晚我看到的東西 用最漂亮的風景 好像很有詩意 之前 有想過 發夢的時候有想過 可以令到獎 因為坦白說 我覺得雖然我是有努力 我是有付出到這個角色上面 但是其他的每一位 入圍名單的 競爭者都好 他們全部都 有用很多的努力去對付他們的角色 所以我覺得誰拿我都 不奇怪 對 但是不會是我原本覺得 對 哪個對手 因為 其實我今晚 你當是可以 過來拍照 然後去享受這個派對 所以你說 去到哪個可以拿到獎 其實我覺得 除了我之外都有可能 但我今晚拿到這個獎 我覺得真的很開心 很榮幸 很感謝 我突然想起一個很重要 很重要的人要感謝 就是這部電影的靈魂人物 蘇華為先生和蘇媽 Oh my god 剛才的台路漏了 很感謝他們當初的堅持 才有這部電影的出生 很簡單一句 他們是香港人的驕傲 希望大家真的要幫我把這句寫下去 我真的很感謝他們 他們真的是一個很友善的人 真的很感謝他們 其實 其實 就 我決心做演員這件事 我一年 年多前已經 是 有這個想法的了 就不關這個掌事的 因為 其實 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 我是一個 有阿士堡嘉證的小朋友 其實 所謂阿士堡嘉證 我聽回來都是 可能 自己可能對一些 沒有什麼同理心 或者其實 會沒有那麼明白別人的感情 我自己覺得其實是 是 演戲 這個工作 這個事情 去啟發了我 可以有更多的同理心 可以去理解 我的角色 他們想的東西 他們的世界 我才可以 有成長 所以我覺得 這個是演戲帶給我的東西 我會繼續努力 去嘗試做一個好演員 我下個目標 坦白說 我可以在17歲 可以走到紅地毯 可以拿到 最加藍貝角 的時候 你說 那個目標 我真的沒有想到這麼長遠 但是 我會將我現在手上有的角色 我會 用心去做 然後 希望 我會感受我 平時生活中的細節 讓我做一個好的演員 請訂閱我們的YouTube頻道 記得按一下小鈴鐺